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歐洲協會聯賽分組賽 週五凌晨就開球 其中B組方面 韋詩咸將會主場迎戰布格勒斯特星隊 論知名度和實力 韋詩咸應該更勝一籌 而且他們這次又主場作戰 看好韋詩咸是能夠取得開門紅 來自英超的韋詩咸在歐協聯附加賽中大殺四方 兩個回合合計以6比1的比分淘汰了丹麥的球隊玉堡 以強勢的姿態殺入去分組賽 今夏天的新援詩咸密卡 看來跟球隊的磨合進度都不錯 他在附加賽兩回合都能夠取得入球 凌韋詩咸原本擁有查洛寶雲 安東尼奧等人的基礎上 進一步豐富了摩耶斯的進攻選擇 但美中不足的是 詩咸密卡必須盡快打開聯賽的入球帳戶 其實以韋詩咸的實力 在歐協聯出線應該滑滑有餘 畢竟他們在上屆歐洲聯賽中 都一舉殺到準決賽 最終遭到冠軍發克服淘汰 確實情有可原 今屆精戰更低組別的歐協聯 韋詩咸可謂劍指決賽 布格勒斯特星隊是來自羅馬尼亞的甲組球隊 雖然他們是國內斑霸 26次聯賽冠軍足以講明一切 但球隊近年的實力下降 乃是不爭的事實 畢竟他們最近一次奪得聯賽錦標 已經要去到2014-15年的賽季 因此球隊才在今屆歐戰 再參與歐協聯的爭奪 需要注意的是 布格勒斯特星隊雖然能夠在附加賽中 殺出重圍 但他們的過程相對艱辛 他們今屆由愛維賽第2圈開始打起 除了第3圈完成了雙殺好氣之外 其餘兩圈首回合均遭遇失利 最終依靠更好的次回合表現 而從而進級 難免為球隊首循環面對韋斯霞 賣下失利的復筆 再考慮到球隊近期聯賽都表現差勁 上一場作下近半場就落後兩球 布格勒斯特星隊似乎無望獲勝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大家好 ,謝謝大家